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发财之前人的身体会出现什么事情呢?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 左耳朵内很痒 据风水财富学上所称,人要发财的第一整兆就是左耳朵深处会很痒 女人的话就是右耳朵深处痒,一定要是深处 表面痒不算,这很有可能预示着你在短期之内会有好运,甚至会发财 特别是在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有这一表现,你可以赶紧去买张彩票 说不定就中大奖了,你就发财了 左耳朵内很痒也就是所说的一个人要发财的预兆之一 二 印堂发量 如果你的印堂和之前相比有很大差别,并且很亮,面色也非常红润 据说也是预示着你的好运要来了,财运也会随之而来 不过这种说法都是属于民间风水面向上的说法 准不准,其实任何人心中也并不清楚 但这确实也算是一种好的现象 也能使自己心里更加高兴 三 满面红光 这个特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如果说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脸颊就呈现出红润的颜色 那么估计这个人的财运几乎是没有瑕疵的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后天形成的 就好比忽然某一天,你的脸蛋变得非常红润 那么就代表财运马上就要出现在你的身边了 所以说当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紧这些财富 尽量去对未来做一些准备,然后好大干一场 通常在这个时候,好运都是围绕在你周围的 只要是你想要行动,那么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些人出现这种征兆的时候 就会大幅度的投资 因为通常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回报 不过,如果仅仅是脸蛋红润,而周围没有血色的话 那么肯定财运是无法聚集在你的身边了 而且还很有可能出现不好的事情发生 四,腰部很痒 在面相学中,人们很少提到腰部 但如果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总是感觉到腰部有些搔痒 但是真正抓的时候却感觉不到 很有可能是财富悄悄找上门来了 尤其是那些之前一直不顺利的人 会突然天降横财 这也是人们总要用腰缠万贯来形容有钱人的原因 五,眉毛呀 在面相学当中,眉毛主财运 一个人的眉毛如果生得又浓又亮 形状漂亮没有杂毛 那么就意味着财运不错 如果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眉毛搔痒 尤其是眉毛的中间抵探 那么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最近是否有正财方面的提升了 眉毛属于正财 若是发芽 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升官晋级 未来前途一片大好 六,财运线增多 手心的财运线是人们观测未来财运的标准 很多人都认为手相是不会变化的 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手心的纹路会随着发生改变 若是发现手心里的财运线突然增多变粗 那么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发大财 尤其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财运线增多的同时也代表着门路变广 近期会结交到不少贵人 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吧 七,手心痒 当你出现手心痒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多留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财富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手心痒代表着缺少财富 通常运气就会在这时出现 这种痒痒的感觉并非是一直痒 而是能够让人忍受的痒 通常表现为一下下或者是忽然一下 如果长时间痒的话 那么很显然跟财运到来没有任何关系了 手心痒也是分男女的 如果是男人的话通常都是左手 如果是女人的话那么基本都是右手 当出现这种状况以后 就应该好好准备一下今后的计划 尽量做一票大的 千万不要去执着一些小买卖 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浪费掉如今具备的财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出现这样的状况时 总会想要做一些大的生意 比如创业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以上几个症状只要有其中一个 大家就可以留意接下来的发展 也许有人觉得没有科学依据 但是玄学就是一种感受 有的时候能给人们的心理上带来暗示也是好的 接下来大佬再给大家讲讲 梦见什么也会有好运 一起来看看吧 一梦见数字 梦见数字必有玄机 如是梦中的数字展现方式不是在阴晦之地 不是以工资条之类的模式展现 那么多数能提升财运 做梦者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去买出彩票 虽然不一定获得头奖 但小横财的概率其实很高 二梦见自己身上有血 梦中的血都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 因而梦见自己身上有血 很可能是在暗喻着梦者当前的财运非常不错 或许梦者将能够在近期赚取到丰厚的财富收入 甚至是因此而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 三梦见大火 山里起火 发财的前兆 梦见火灾是发财的前兆 梦见大火熊熊 即梦学上则认为是吉兆 预示着梦者近期的财运比较旺盛 或许梦者在近期将能够赚取到一大笔丰厚的财富 四梦见有人 有温顺动物进家门 如果梦见有温顺动物进家门 也是发横财的预兆 比如说麦鹿 羊 猪等都是属于温顺吉祥的动物 也代表能够控制的财富 若有此梦 多数预示做梦者重新获得希望 或者遇到贵人给做梦者带来很好的旺财机会 五梦见与财相关的神兽神仙 如果梦境里遇到神兽 比如皮修金蝉龙龟关公等 若是自己很主动去面对 而不是害怕逃跑或者唾弃的话 那么就代表做梦者最近的财运极好 横财到来 梦见神仙也是同理 六梦见金鱼在水里游 梦见金鱼在水中游 寓意着你最近的运势 各方面都会获得比较大的提升 在自己的工作中 事业运势会非常高涨 做事都会得心应手 并且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财运方面 你的财运也是非常高的 很可能会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可以多多把握 七梦见靠杀戮得到猎物 不可否认心狠的人亦得偏财 但任梦见这些场景的时候 因为血财要得到 血财基本属于偏财 因为提供的人基本都属于弱者 属于底层或不走运的人 做这些事的人要自己创业 基本都能成功 八梦见捡到财宝 梦见捡到财宝的梦境 往往预示着能发横财 若是梦中某人指引到达某地 挖土掘得宝藏 而且获得的财宝是古钱币或银元 或金条等等 那么这样的梦境 很可能预示着做梦者会发一笔横财 九梦见许久不见的人 都说梦是现实的映射 当生活中许久没有见的人 出现在梦里的话 此梦非喜即财 此人无论是否还在世 都象征着财来拜访 梦到这种情景的人 仅其能遇见核心贵人 同心协力可赚大财 要么就是事业场上得赏时 有前所未有的大运临头 梦见的这个人 没准就是财神的化身 十梦见蘑菇 估计梦到这个的人是很少的 因为蘑菇很少会出现在梦境中 不过也是值得一提的 梦见采蘑菇解蘑菇 尤其是白白嫩嫩的蘑菇 一片接着一片的 这也是财运上门的意识 而且是属于很轻松的财 举手可得的 若是梦到过以上几种梦境 再加上近期身体状态良好 惊奇神很不错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全力去打拼努力 相信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